我坚决不找中介选国际学校 这里的秘密你知道吗 3月我带孩子亲自跑吉隆坡探访了7所国际学校 首先我会在国内查找每个学校的特点做好功课 了解哪些学校是美式的还是英式的 并且把排名和欧美老师的占比数摸清楚 到达学校后挨个访问一遍 比如这家IGB学校是IP课程体系 通常探校前你给学校提前写邮件预约好时间就可以了 就会有那里的老师接待你带你介绍校园设施 探校都是免费的哦 但是如果有中介待看预约 一般访问两个学校就要收你2000到4000不等哦 得着钱给孩子买点吃的它不香吗 第二请你不要注重学校的硬件 我们中国家长重视是啥你忘了吗 分数啊 资金的学校直接会给你拿出毕业生的平均分 有些学校IGB平均分能39也是很棒的 比如花园国际去年60%的学生考成Top前100的大学 去年毕业155个学生有30个考入世界排名前10的大学 耶鲁牛津斯坦福的榜单格外耀眼 另外有些中介呢免费给你申请学校 但你知道为啥我还是亲自自己申请吗 就是因为免费的很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 比如我看中的是花园国际和爱丽丝史密斯 中介说你第一年来基本好的国际学校你根本进不去 我呢就不信邪回国找了一对一的歪教恶补 5月20日呢带回来孩子报考了四所学校最后拿到了三个offer 最终进入排名前五的学校 因为中介只会推佣金最高的学校啊 例如亨利巴士学校性价比很高 据说佣金只有一千元 那你说中介怎么可能推啊 好的国际学校抢了上都没有佣金的 中介自然也不会推了 所以说咱们还得靠自己 小马过河一样才可能遇到奇迹发生哦